是泳衣 為什麼我打包可以打包這麼快 給大家看一下喔 打開囉 我們到滑心了 我們現在進來看看我們的房間 房間超大的 哈囉大家好 我是Elly 隨著國門的開啟 大家應該常常出來旅遊吧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打包行李的困擾呢 身為一個常常旅遊的Youtuber 我發現我打包行李的速度真的蠻快的 所以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如何打包我的行李 我每次旅遊在整理行李的時候 捷克都在講說 為什麼我打包可以打包這麼快 其實我們從小到大要訓練 打包行李的能力 因為我們家在藤村嘛 那個學校跟我家 像其實差了兩個小時 一個禮拜都要打包行李 然後到學校去 然後再回來 所以今天這個小秘訣呢 跟大家分享 我的行李打包技巧 我們今天帶的行李箱呢 有一點大 但行李箱主要是分為 捷克的區域跟我的區 捷克通常呢 他會自己帶一些他自己的東西 捷克非常喜歡帶包包 他預備要未來要裝的包包 捷克和我都一樣會多帶一雙鞋 捷克區沒什麼 因為男生的東西 女生是區比較神秘 而且非常快喔 像我這樣整理的話呢 可以大概十分鐘就可以 快速的整理完行李 首先呢行李需要分幾區 女生的話就是化妝品 衣服類 還有一些必須用品 其實也沒有到非常的複雜 但是我的話 我還會帶一些camera 給大家看一下喔 打開囉 衣服很重要嘛 衣服就是看 你要幾天的話呢 帶那幾件衣服 服裝的部分呢有分幾種 除了衣服之外 我還會帶一套運動服 因為有些飯店 它有那個健身房 如果說有實踐的話 我會去使用一下 所以我會帶這個運動服 然後是泳衣 發現這泳衣真的是必備 不管我可能有沒有要游泳 我都會帶一下泳衣 然後這泳衣我覺得非常可愛 因為它是這種花花褲子 是泰國的品牌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我現在可以跟大家介紹 我覺得蠻不錯的 因為我不喜歡穿那個 開高叉 所以我就會買這種 就是有褲子的泳衣 而且泰國做得非常好 然後我非常推薦大家 如果你沒有要拍照的話 就是選這種長袖的 這種長袖的泳衣 它可以防曬 我上次去巴大亞 游泳完之後 就整個背啊 都曬上 所以就是一個泳衣上衣這樣子 也是在泰國買的 我覺得非常的便宜 然後我還會有一小包 這個是裝我的貼身衣物 就是會裝在這裡面 然後可能有幾天就帶幾套 然後我一定還會再帶一雙球鞋 球鞋一定要多帶的 然後接下來一定會帶一件新的 Just in case 我可能會穿到的 BuiBui衣服 那我來吧 我會分兩袋 一袋會是化妝品 然後另外一袋呢 就是我的保養品 我覺得這樣整理起來非常方便 比身的話呢 就是裝法 Spray 我覺得非常的好 捷克買給我的 我覺得很定心 然後弄頭髮的東西這樣 然後呢就是我的拍攝工具 可能有時候我會帶自拍啊 或是帶什麼充電器有的沒有 就是一些電腦用品的話 什麼iPad那些 就是算電器類 我就會再把它帶進來這樣子 最後一個這一袋 是不是很神秘 這一袋是我最近 出門都會帶的東西 有這個脫毛衣 因為我最近去海邊嘛 然後有發現說 其他YouTuber的腳都很漂亮 女生的腳都很漂亮 所以我就 開始在這個脫毛計畫 電動牙刷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這個是洗牙的 洗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只要年紀越來越大 然後你的牙縫就會越來越鬆 所以你如果 只有用一般的牙刷的話 已經沒有辦法把牙子洗乾淨了 所以這個電動牙刷跟洗牙的我一定會帶 所以我的行李呢 大概就是分這幾區 有服裝 衣服區 衣服的話就是有分 每天要穿的衣服 一定要帶的是運動衣跟泳衣 然後還有鞋子 鞋子我一定會帶一雙是貝爾 或是兩雙或是三雙 就看你去幾天 然後哪一雙鞋穿得很舒服 然後又可以搭配到你的衣服 這是服裝區 然後就是化妝品 化妝品就會整理成一袋 然後呢就是保養品 保養品我也會整理成一袋 就是這樣帶會很方便 沒防用品其實我有時候就是會 所以看怎樣放會比較方便 所以就是沒防用品也是很重要的 然後呢就會是我的器材 基本上會有iPad 然後我的insta360 都會在一區 接下來就是這個 YouLike的洗牙跟脫毛機器 剛剛既然跟大家講到 我最近的保養計畫 所以呢不免說來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的產品 謝謝乾爹 訂閱我 我現在在使用這個脫毛衣呢 它是YouLike藍寶石 AirPlus脫毛衣 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我會有這個脫毛的動機 之前呢我在台灣的時候 其實我有做過大概五次的脫毛 是腳毛的部分 其實毛會 還是會長出來 那我想要有一個 永久性脫毛的一個狀況的話 我本來是想說要不要去診所用一用 那我如果去診所的話 可能就是要買一個長期的療程 但是雷射是真的比較有效 或者是說呢 我必須要在家裡用脫毛膏 然後蜜辣或是刮刀這樣子除毛 我就覺得有點麻煩 然後最後被我發現了這台機器 像這種脫毛衣呢 它基本上是把光能轉成熱能 然後可以抑制毛髮生長 然後讓毛髮萎縮掉落 所以我覺得像這類的除毛衣 我都蠻喜歡的 但是市面上所有的除毛衣 它其實是溫度比較高一點 這個的話它有一個特別的設計 就是它前面的那個藍寶石能光 它可以把溫度降到大概10度左右 讓你皮膚不會受傷 那我現在來教大家怎麼使用這個除毛衣 你買到之後它裡面是一個set 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是充電的 很貼心的附了一個除毛的給你 要貼除毛之後才能用這個冷光衣 然後它很貼心的拿這個墨鏡給你 就是因為你做雷射的時候它會有光 所以你要這樣戴墨鏡 才可以使用這個除毛鏡 我覺得蠻漂亮的 主要它的顏色蠻實在 而且重點是它的大小是不是很小 那我現在來處理給大家看 因為它使用真的非常方便 我到底不知道怎麼介紹 因為我是剛使用前兩週 每一週使用要使用三次 它其實有副說明書講得很清楚 我的腳毛很誇張 因為我腳毛之前做過很多雷射 你看這毛很長啊 很誇張 有嗎呢 不要衰對嗎 不要衰欸 所以我聽說 你怎麼看你 你怎麼看你 你是怕你生曬啊 大家講一下 我的腳毛很誇張 你看這個有沒有像男性的腳毛 這個通常雷射也不會注意到吧 我是最後才發現我有這個生氣腳毛的 要小心掛 然後我們來試試大概 一週之後我的毛髮生長出來是怎麼樣 OK 然後這隻腳毛也是 我的腳趾頭毛 這隻腳毛比較像男性 然後刮的時候不要乾刮 然後我現在要 戴上我的眼鏡 戴上我的眼鏡 你還比 開啟它的時候 你有沒有聽到這個風聲 就是冷光椅的風聲 然後它這裡會有一個冰 就是那個Alsa的標誌 它這裡呢 就是告訴你說它正在吹風 就是你按下去的話是冰的 然後呢 這裡是可以調檔次 就是你的雷射光有多強 它總共有五個檔次 因為我自己覺得 因為我自己毛髮算蠻少的 所以呢我就是二檔就可以了 這樣子二檔 有比搭呢 它就這樣子 打 你有看到那個紅色光 然後你按一下它就會有雷射 雷射的時候會比較會痛嘛 但是因為它這個冷光 所以它頭前面這個藍寶石 這個頭的前面是冷的 你不會覺得說很燙 等一下我看一下我的毛在哪 我找不到我的毛了 我聽你 用完之後皮膚是冰的 你不會覺得痛 OK 然後你看喔 用完之後這頭也是乾淨的 不要偷喔 偷喔 偷喔 喔 戴了喔 要喬一個角度 我的腳趾頭 兩下應該就夠了吧 所以它這台機器我會全身除毛耶 這邊有那種白費耶 對 有空就這樣按一下 然後手也可以耶 手這邊 剛剛跟大家介紹除毛嘛 然後接下來有清潔口腔 就是我常常用的電動牙刷 它的刷頭非常的柔軟 所以用起來也是蠻簡單的 電動牙刷的震動力非常強 所以你在清潔牙齒的時候 可以非常強調清潔 嗯 剛剛刷完牙有沒有很清潔 它這裡其實非常棒 因為它有不同的模式 這邊有寫中文 現在這個是清潔模式 然後接下來是敏感模式 敏感模式的話 它的震動就比較沒有那麼大力 然後這是按馬殺機模式 鏡板模式 還可以拋光 有沒有聽到那個聲音不一樣 也不太一樣 動得太快 我的相機沒辦法focus 這就是我的牙刷 刷牙完之後呢 再洗一下牙 洗一下牙 這也非常簡單 好可愛 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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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麥克風 用麥克風 它可以調檔位 這邊有高檔位 用來太快 用來太快 就沒有 沒洗過 只是這個 傑克说他要试试看 你们可以试一下吗 平常我会去健康 但是这一部分就会 好的大家 使用U-like除毛衣之后 我觉得我的皮肤就是光滑很多 大家应该可以看到我的画面之后 我的毛发就是明显减少 但是两个礼拜后 我觉得我的毛发有效的减少 不太出来 但是我可以感觉得到 我的毛发就是慢慢的慢慢的减少 希望你们大家跟我一样 当个夏至的干净 无毛美人 无毛 如果你今天有毛发的困扰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适合 大家可以在家里 非常简单的操作使用的 这个影片跟大家分享我的 打包小秘方 那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种的影片 对于旅行的打包 有什么建议的话 也欢迎在底下跟我分享 或是你有什么特别的小片方 欢迎跟我分享啦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影片了 喜欢我的影片 不要忘记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小鱼 到我们下支影片见啰 拜拜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